在雅安地震需要紧急抢救的黄金72小时时间 中共当局谢绝了包括日本、美国等救援团队的支援 表示物资充足,暂时不需要国外的救助 五年前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 中共也是不断拒绝 一直到过了72小时才允许有限的救援团队进入 有不少网友问 难道又要重蹈当年汶川地震的悲剧吗 我们的独家报道带您直击再去 四川雅安七级大地震后 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等国家 都在第一时间向中国表达 愿意提供各种救援 但中方谢绝了各国的好意 考虑到目前我们中方的搜救和医疗的力量有保障 而且救灾的物资也是充足的 加上目前灾去的交通条件不变 所以我们认为目前展不需要外国的援助 随着伤亡人数不断增加 抢救生死的黄金72小时分秒逼近 中共政府却对自己的救援工作感到信心十足 拒绝了所有外援 这让地震受灾最严重的保新县 林关正民众非常失望 BBC驻华记者顾求真现场募集表示 地震灾民等待救援 而庐山县的灾区儿童更是举起了缺水缺粮的标语 这与中共官方的物资充足 医疗有保障相去甚远 原本打算后天到灾区帮助的四川成都 法律服务人士李先生表示 现在当局也不允许民间机构进入灾区 对于民众很关心的72小时抢救时间 中国地震应急指挥系统首席专家聂高仲则声称 亚安灾区现在气候条件较好 被买人员很可能存活超过72小时 新唐人记者易如蓝竹采访报道 新唐人记者易如蓝竹采访报道